寫得更近一階 大家也無所謂 反正你至少要能夠入門 不然你們門檻都進不來的話 後面要寫VBA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用這種方式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 直覺的 第二個的話 我的程式 絕對會比別人少很多 因為很多其實能夠省就省的 反正暫時不用寫 因為那些 對各位學習 暫時比較沒有幫助的 那我就不寫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 回圈 那回圈當然不只是一個for回圈 還有都畫有回圈 還有什麼 畫有回圈 不過暫時後面兩個 暫時你們好像也暫時用不到 你暫時就學for回圈 大概就一個就夠了 其實for回圈就非常好用了 那之後有興趣的話 再來去了解其他的回圈 那回圈主要用途很簡單 反正呢 就是電腦幫你處理什麼 重複性非常高的事情 你叫他怎麼重複 他就怎麼重複 那人不一樣 人你叫他重複一件事 一直做一百次 一千次一萬次 你會不會累 當然會累啊 會不會錯 一定會錯 但電腦會不會呢 基本上只要 你的VBA程式寫的沒有問題的話 基本上應該出錯的機率是微乎其微 不太可能 因為這種電腦的東西 它就是對錯非常的鮮明 要不就是RUN不出來 要不就怎麼樣呢 要不就是整個RUN一定就正確沒有問題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For I 等於13到27 對不對 再來的話輸出到哪一欄 輸出到這個I欄 對不對 那程式會寫吧 寫在前面 Sales I. 這個I欄 然後等於什麼呢 等於就是 那幾種做法 要不就是模擬剛剛第一種 就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尺就是D欄 乘上30% 如果30%在VBA裡面 它不能用這種方式呈現 你要比率什麼 乘上多少 不能30% 0.3 再加上這個第二次 就E欄裡面的資料 乘上0.3 再來F欄乘上0.4 再把最後的結果輸出 輸出到A欄 程式的話大概就三行程式 那如果大家 應該我想你們應該也會寫 只是說可能暫時 沒辦法那麼快想出來 那沒關係 我這邊已經有寫好的 我就先把它Ctrl C 我想你們應該都會寫 只是說要花一點時間 那這個部分的話 在開發人員裡面 先插入一個程序 跟正一下 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的話 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也許叫月考 那假如說我這邊 插入一個程序叫月考 然後呢 for i 等於13到27 那27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表現 就是A13的最下面一列 對不對 那也可以抓到27 這個寫法我覺得比較OK 因為如果你將來這個資料 會增加的話 你不能寫27固定 一定就比較容易問題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D欄的資料乘上0.3 加上E欄的資料乘以乘上0.3 F欄乘上0.4 OK 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再反環 就是再把加起來的結果 放在I欄裡面 這種敘述方式的話 其實前面都有做過 其實你想要 能夠把那個抽象的東西 變成具體的敘述的話 那你VBA就寫完了 那寫出來怎麼 直接執行一下 OK 有沒有就出來了 但是會有個問題 這邊好像有小數點 那可不可以輸出的時候 就不要有小數點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怎麼做呢 大概兩種方法 一種是輸出之前 你就先把小數點拿掉 一種是輸出之前或之後 你就加上格式 那個格式就是這樣 就是按右鍵 不是有個儲存的格式嗎 除了格式裡面的話 你可以制定 或者你用數值 把這個小數點拿掉 再切到制定 這邊不是有個0加底線 其實加一個0也可以 其實這個底線好像可有可無 0的話就表示 它這個數值裡面的資料 按確定之後 它裡面就會變成沒有小數點 那可是兩種方法 其實都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輸出之前 就幫我把這個結果 包一個ROUND的話怎麼做 其實最簡單的 你就外面 輸出之前先加個ROUND 那個ROUND寫法 當然就是跟那個 Excel裡面一樣 或者你可以打個VBA 開頭 VBA點 它這邊有個ROUND ROUND 它其實會提示 當然這個地方 可以把它先隔看一下 你就是在這邊 點一下 它會出現RO 有沒有出來了 VBA裡面有這個函數 然後記得就是前瓜弧 然後後瓜弧 痘點 加一個0 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 0的話表示說 取到整數的意思 取1的話 就取到小數點第一位了 這樣輸出的話 基本上 它也會 就是一個整數 當然這個輸出 應該結果都一樣 把這個刪掉好了 刪掉之後再來輸出 OK 有沒有 就沒有小數點 這第一種方法 不過這個方法是 425路之後 用V